月嶺50万我们用了寄生这两个字 那个不含片你看了没有 寄生上流嘛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概念 现在民进党的官员都在寄生中华民国 借壳中华民国 但是要成就他们的台独梦 另外还有这个新两国论 让台湾又陷入了新的一轮危机当中 我们就先从 来深呼吸再吐气 从谢志伟开始 有没有 昨天讲今天还是要讲 这个人跟苏文昌一样 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说什么呢 不少人把中华民国国旗 当成是用来压制台湾人的一个工具 蔡英文总统国庆告诉大家 国旗不见了我们一起来生气 你在骂蔡英文吗 当然不是嘛 两手政策这个讲给独派听了 然后开始耍嘴皮 其实早就没有光复大陆了 顶多只有光复南陆跟北陆 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 但通常他是那种你知道 小屁孩那种吊吊 这种老屁孩讲 效果真的没有很好 我真的不觉得 但是还是有点好笑 我们手上举的 你们的国旗几十年来没有吞色 越来越先红 因为我们一边举一边吐血 侮辱我们的国旗 莫此为甚 所以继生中华民国 拿着高薪过好日子 二方面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侮辱我们的国家 侮辱我们的国旗 昨天讲了还不解气 今天继续讲 今天就开始点名 先骂国民党 他的行径让我们吐血 台湾的命运让我们的鼻酸 一堆人请看着办 怎样 你在威胁谁 看着办 怎样呢 你要怎样 尤其也包括台湾民众党 洋发言人 点名杨宝珍 点名还特别点名 他可能在帮杨宝珍助选的样子 真的 对啊 杨宝珍应该感谢你 我们不怕被中共清算 但怕被你们暗算 他很喜欢用那种押韵字 这一次呢 我不再委屈自己 月零五十万叫委屈自己 大家是不是都好想委屈一下 被委屈一下 台湾才是 我的国家批我拿中华民国薪水捍卫 台湾搞台独的人 请先去呛中国国民党 在中共面前 建弃中华民国之后 才有资格来我这里废 好 这是我们用中华民国公堂 去养的谢志伟 他当初呢 2015年的时候 导播是不是有那张图 他宣誓就职的 2015年的 我没记错是8月 对不对 8月12号是不是 导播那张截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105年讲错 105年的8月12号 谢志伟在这边 站在第二排 圈圈中间这一个 他向中华民国国旗 宣誓就职 如为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寄生的概念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讲什么 但他的确是有图有证据 他该做的动作都做了 该领的钱一毛都没有少 回到刚刚那张 所以现在台湾有个很大很大的呼声 立即安排 召回他谢志伟 专案报告 他必须要把一些话讲清楚 来决定他适不适任 介大使你怎么看 你是这个外交军资深的一个外交官 有这样的谢志伟 天哪中华民国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是空前绝后 找到这样的人 古今中外 几乎可以确定绝后了 你不要那么快讲绝后了 可能不会绝后 因为他还有一些认识 人员不绝的后 你如果有一天看到陈柏维 也去驻外的时候 你真的 我真的就不要觉得 他已经完全没有下线 陈柏维也没有下线 民进党都是支持这种人 对我们的年轻人还比较有信心 不可能道德沦丧到这种程度 你这种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真正的铁杆台独 那这个铁杆台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真的要是铁杆台独 那你就不要拿中华民国的钱 对你等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国以后 你再出来做这个官 那你现在不是你的言行不一 你的言你的嘴巴在骂 可是钞票给你就往口袋里塞 然后你今天 所有的今天从蔡英文开始 对不对 所有的公文 所有他的人事派令上 所有都是用中华民国 没有一个什么台湾国 那他为什么都不吭声呢 然后做了五年六年 现在又开始在这边叫了 我觉得他大概是 因为在外面做代表 其实蛮辛苦的 其实是很辛苦的 而且工作压力很重 他这几年做不出任何成绩 而且在外面其实是孤军奋战 说穿了孤军奋战 跟这个首都长安不见死人愁 他的心里天天就想着在长安 其实他是被民进党放逐出去的 所以他就在外面狂吠 真的像一个狗一样这样狂吠 其实他是要引起人家注意 不要忘记他了 因为在外面真的是苏武牧羊 我们在外面做这个 这个对外工作的时候 真的一个良心事业 你是凭良心退中华 退国家 退台湾的 对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民 贡献你一击所朝 那现在他事实上他是有 他是有怨言 我认为他的怨言 就是对蔡英文这批人 因为为什么 民进党就是要搞台独 他的神主牌就是台湾独立 那为什么现在你是绝对掌权 你现在是完全执政 那现在宪法你要怎么修就可以修 你为什么不修呢 这些人为什么不修呢 那今天这个邱毅人还要出来说 哎呀因为美国不同意 我想请问一下 你民进党不是口口声声 就是台湾人的政党吗 我们就是为台湾人做 怎么美国人算 为什么美国人不同意 你就不做呢 要尊严要主权 要什么之类的吗 是美国的儿皇帝吗 说穿你就是不敢吗 那这些 这些这个谁 这个谢志伟啊 他就想了不要说 我们台独还有一个像我 谢志伟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他忘记了 他今天拿的是中华民国钱 他真的要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台独的话 他就什么叫 不死守阳之路 他就不要做中华民国官 不要拿中华民国的钱 等你国家改名以后 你再出来做官 这才有一个基本的 在台湾很普遍的声音 你不认同中华民国 你就不要当中华民国的官 腰杆挺直嘛 有骨气嘛 不要领我们的薪水嘛 所以他特别呛大家 有没有 你叫我不要拿中华民国的薪水 然后呢你先去呛中国国民党 反正就是硬拗啦 那被他cue到的这个杨宝珍 立刻接球 然后再丢出去 有没有 谢志伟的论调明显跟蔡总统互相矛盾嘛 因为蔡总统要讲国旗啊 蔡总统要讲中华民国啊 所以他说过了国庆又是另外一种态度 但是一般看起来永平 你是不是觉得 谢志伟是在忤逆蔡英文吗 应该不会吧 他的官位就是蔡英文赏赐的嘛 所以他应该比较是 有没有 两手策略讲给独派听 一方面蔡英文讲中华民国 我讲国旗 独派可能会不太高兴 应该是书通过 但谢志伟直接翻译成白话文 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如此 那么另外讲到钱 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黄子泽跟大家讲 谢志伟就是渣男无物 厚颜无耻的程度呢 可谓史上最强 住的代表五年以来 月薪五十万 加上年终十四个月 到现在为止 至少 这个耳风耳露啊 三千五百万啊 你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要吐出来 刚才这个谢大使 因为他那个谢大使 因为他自己有做过住外人员 你去讲说我们住外人员的 辛苦什么什么的 这个大部分我都认同 但是我觉得完全不适用于谢志伟 因为谢志伟第一个 他并不是低阶层的 这个外交部的职员 或者是小官 他是堂堂的住得代表 那个谢大使 你在这边完全了解 像我那时候做立法委员 我到欧洲好几个地方看过 我们不同的那个 住外的那个代表的住处 他虽然没有办法说 像某些国家的大使 住的绝对是像宫殿一样的 富丽堂皇 他也是给很多钱 租一个相当不错的区域的 好区的 很好的房子 而且我想请介大使也可以确认 标配都是直接可以请厨子的 是有专属的厨子 专属的人员 包括他做内务的操作什么的 刚刚那是国家级的排场 出去都是坐豪车 这样的人 其实今天说真的 谢志伟的这件事情的吐血程度 让我们中华民国的纳税人的 吐血程度绝对不输给苏贞昌 因为感觉真的很冤啊 就是我们多辛苦赚钱 然后交给你政府的税金 结果养出这种人渣 那为什么我认为谢志伟 他绝对在住外呢 他绝对不会很辛苦 因为他根本不认同中华民国 我们住外人员的辛苦 是因为中华民国特殊的国际处境 所以你要去拓展 你要去干嘛 你非常的辛苦 可是他根本不认同你 中华民国他有什么好辛苦的 他没有一天想着去帮你 这个解决外交的困境 他也没有想要拓展 他每天呢就是在脸书上 搜寻说 谁在骂我啊 你看连那个马上要选议员的 民众党的杨宝珍 这个小女孩也在骂我 那我是不是来跟他 吵一吵再拉抬一下 他是所有的经历 第一个拿那么高的薪水 住那么好的房子 得到人呢生活上的优待伺候 然后他的专职工作呢 就是写脸书骂人 以及修辱中华民国 做各式各样的打游师 以及修辱中华民国 拿一个国旗说 他当然越来越红啊 因为越拿他越吐血 就是你作为一个代表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好几次 我再讲一遍 我觉得今天民进党的人 高官可以嚣张致死 可以话讲到这么难听 比那个市警小民各种人都不如 甚至刚才街坊有一个人讲说 苏贞昌完全像流氓行进 民进党的高官 有恃无恐 为什么敢 苏贞昌为什么敢 谢志伟为什么敢 因为在今天的政治环境 还有蔡英文的纵容之下 他们无论如何羞辱国家 羞辱养他们的国民公民 羞辱应该监督他们的民意代表 他不管做尽多么不堪的言行 他不用赴任何后果 外交部长吴钊燮 大家也知道 他是个战狼级的人物 马上就说谢志伟在德国 代表政府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但是你看到外交部怎么讲 外交部说 谢代表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 很有意思 这个外交部的这个系统的发言人 你好大的胆子 帮这个部长踩刹车 这个部长是想优秀 然后外交部人说 没有不代表官方已经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的这个苏贞昌说 驻外人员要依宪法工作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待会横兵解读一下好不好 那罗炳成也是小心翼翼 他说没有回应 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回应 那总统府就是尊重 然后再补一句 他有一颗热爱国家 为国家打拼的心 这间接都在鼓励谢志伟 你干得好 你做得好 这样还不够 你下次还可以更积极 是不是 韩萍你怎么看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这群人 苏贞昌是不得不这样讲 因为他刚刚才在骂人家投降叛徒 结果他下面就出了一个大叛徒 他还有什么好讲 他这个时候因为他知道 他这个时候如果去挺谢志伟 他会变成剑法 而且谢志伟不是他的人 他干嘛去挺他呢 所以他就随便跟你糊弄一句 依宪法行事就好 可是实际上 我们直接讲 那个谢志伟犯什么罪 你知道谢志伟犯叛国罪 对 你是明确的叛国罪 因为你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 可是你主张的 你信仰的 你认定的国家 不是中华民国 你认定的国家是另外一个 还没有诞生的台湾国 你这叫叛国罪 这罪证券条是现行犯 应该要直接抓回来 叛国罪很重 当然很重啊 而且外交官最佳一等 这个是很明确的叛国罪 那谢志伟这个人呢 前言不照后语 他说台湾才是你的国家 然后后面呢 他自己知道 他是纳税人的吸血虫 他每天在吸纳税人的血 每天在花白花的钱 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他知道有人会去骂他 所以他才会加那一句 你们要先去骂中国国民党 才有资格来骂我 他就故意这样加这一句 想要堵人家的嘴 可是好笑的是 我跟你讲 谢志伟你要讲这番话之前 你说台湾才是你的国家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成立台湾国 你才有资格讲 台湾国在哪里 你又没有 根本没有这个国家 那你到底在干嘛 你还是你跟中风家一样 你也是幽灵国的国民 是这样吗 所以这些人都逻辑不通的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谢志伟也是白痴吗 不是 完全没 中风家也不是白痴 他们两个在干什么你知道 他们两个在帮蔡英文分忧啊 真的 我跟你讲非常简单 因为蔡英文明知道 他在国庆日讲这四个坚持 我跟你讲不止老共会不爽 独派非常不爽 非常的不爽 基本教育派超级不爽 所以这个时候 你因为蔡英文已经讲了 所以政府官员又不太适合出来讲这些话 只好找一个 被我们介大使讲说 苏武牧羊的谢志伟 出来讲 因为他反正 他没有苏武牧羊 他变吸血鬼 他就是肥羊好不好 他变最大的肥羊 基本上他那个羊已经肥到不能动 你变羊公了 我们平常出公他羊公 他其实基本上 因为他反正无所谓 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可以讲 然后再找一个仇庸的中风家 照着他们来讲 他们两个讲了之后 干什么 其实是要赌 基本教育派的准备 因为两个人都是仇庸性的一个性质 但是海滨你顺便讲他这个 我觉得现在反正就是开始带风向 第一个丢给中共 第二个开始骂国民党 然后王定宇也来凑去 对王定宇这个 国民党权费突然扯 又扯到什么绿卡 不知道为什么扯到这里 去要别人当中国人 要点名这个 马英九就是最佳范例 但是立刻他是没有做功课上 蔡英文赖清德 这两个人的家人 全部都是美国人 导播我们是不是有梗图 你放在这个右框给大家看一下 王宏威的脸书上有整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也拿出来讲 王定宇是怎样 我跟你讲 王定宇很简单 他不知道蔡英文的家人 一堆绿卡吗 他不知道赖清德的孙子 都有绿卡吗 他知道了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打 因为他不是给我们看 他不是给中天的观众看 不是给其他这些 比较中立的媒体看 他是给这些绿营的媒体看 去给他们拿做梗图 然后让他们去洗 让你说你看你看 国民党 马英九这些人 都是拿绿卡 可是他们的支持群众 不会看到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不怕人家揭穿他 反正消息已经被封锁 他们的支持者也得不到这些讯息 这是他们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可是呢 王定宇自己心里头 非常非常明白 民进党有绿卡的一大堆 更不要说去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一缸子 那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 其实王定宇你真的要这样讲吗 独派的人 拿美国绿卡人超级多 是啊 一大堆 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蔡丁贵先生 他跑去打变地 对啊 他跑来连高端都不打 这个是罪不可诉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罚办 连高端都不肯打 抓回来打疫苗 所以你看 打好打满 我跟你讲民进党自己每一次都喜欢做贼喊做贼 这就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谢志伟为什么要搞这一招 为什么装疯加要搞这一招 他们单纯的就是要帮蔡英文分散独派的目标 那对王定宇他来讲 王定宇也是趁这个机会 王定宇最厉害的就是趁乱 你知道趁乱告白 趁乱乱扯 他就喜欢趁乱的时候打一招 然后他不管你任何回籍 你看王定宇很厉害的一点 这个我也蛮钦佩他 就任何人对他的攻击他都全部不管 连对他服务处喷漆的 那个写他可能通信还干嘛 他都可以有非常宽阔的心胸不去告人家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是蛮轻佩王定宇这一点 他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社后不理 全部都跑光 完全不理他 所以民进党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操演 就是因为他要安抚独派的心 然后呢 他又要去跟对岸呛吓 但是一开始我们大家在讲说 这样子美国 美国不会担心吗 或者其他怎么样 其实根本不用怕 因为这本来就是美国受益的 美国就是要让蔡英文去讲这个 因为你自己这个傻瓜愿意贴上来 我现在正在跟老共谈判的时候 你蔡英文跟我搞这一招 然后正好我就拿来 当来跟老共谈判的筹码 美国就可以跟他保证说 我来把台湾搞定 但是你要给我做哪一些让步 到最后我们就被美国卖 就是很单纯的这件事 蔡英文也知道了 但是卖掉台湾对他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赚了包包 民进党这些人都赚了包包 到最后他们一个人都跑掉 倒霉人说我们这些台湾人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